早上给他们打了豆浆 红豆一米红枣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小孩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去换点牛庄 换牛庄要早点去 不然的话 等牛饿了 它就会乱来 乱来就会搞破坏 现在看哪边呢 现在看牛仔多的那边吧 卡拉夫 这一头小牛仔都在吃 现在不换了 你看啥 没草了吗 你这不是这么多草吗 帮你挪一挪 帮你挪到下面那边 是不是踩着什么呀你 没找到锤子 拿着一把刀 要不要 上达 hospital 服务 找糖 判断 针 赶 判断 蛤 对 的 这种牛卷出绳子了 我怎么站在这里 农村养鸭子都这样养的 一早就赶出来了 我感觉我提前建筑的老年生活 突然觉得有点不甘心 你还好不 昨天晚上给你换了位置 看你有没有踩住绳 踩住绳 在这里的小刘暂时还没去搞破坏 还在睡觉 把烂的牛换一下 看着我 一般的不吃炒的就要换 再吃炒就算了 再吃炒 有点味道 稍微 nav education 别打了 再抹 成绳 小刘暂时 猫 有点 都不想 买 小刘暂时 你怕我玩 你得怕你 一个牛的用眼睛 拿了几天 你看着他 这红牛只要远远看着你 这个牛只要远远地看着你 我觉得有问题 好了 这边几头牛都弄好了 这个牛仔等下上午的时候都过来熟一下楼 我就怕这些菜园很少破坏 还有一头小牛仔呢 这边没有菜园 这一片这么多草 够他们在这吃很久了 这个牛仔就听话 躺在他旁边 还在睡觉 你看我干嘛 绳子也没卷住 过来试试 这牛好腻 就这样不管你 接下来就是这边这一片石头 我感觉我又忘了他们是哪些了 因为这边撞了好多别人的牛 先把这一段路骑过去再说 妈呀 都会把人吓死了 我靠 这头应该不是吧 它头上还有一个爱心仪 我们好像没有这种牛 养了四年牛 还认不清自己家的牛 真是服了 这头应该是吧 这头带了铃铛的 看着像 看着像那就帮你换一下楼 不要顶我啊顶我我就走了不管你了 我让你自己走 他刚刚看着这里一直看着这片草 我就想吃这片草 那就把你装在这边吧 把 这几头应该都是吧 小白牛都跟在他旁边 这边只有小白牛一头小牛 这么多大牛宠着你 你真的太幸福了 这头牛没有鼻圈 有点难搞 这没鼻圈的真是难拉 这因为神长 不是神长 这拖走了 我又抓不到你了 盯紧一点 这没有牛圈的牛 都看着要换牛装 等着要换 让你们久等了 不要叫 我这个效率有点低 两个小时了 他说这牛还没搞完 他是大白乖 怎么看这么舒服 好温柔 大白 不换都不吃这些牛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过来牛好像撒你神 过来的牛 大黄 可不得了 我希望费了两个小时 拿点死了 终于把你抓住了 到那里吃了人家 吃了人家 好的菜 又赔了一百块钱 骂死 这牛还挺那个的 我过来一抓就抓到了 我拿点死掉 然后一下就抓住了 其实心里晃得一批 那个脚好尖 绑得很紧 带那个装不知道跑哪去了 要去找个地方把它拴住 再去拿一个 拿个装过来 搞得装到装大黄 就是太多的时间 一不小心这么晚了 还有一几多年没放完 还没换出放完装了 小孩要来吃饭 中午只能围着他们吃蛋炒 早饭都没吃 我先吃一个 一个蛋炒饭的功夫 你就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大黄 这个牛还是要搞那个圆环 中间那个门转的 刚回家 拿了一个过来了 我来解救你大黄 给你找了一个炒多的地方 我估计你这也吃饱了 昨天估计昨天下午绳子就已经散了 听说昨天睡在人家那个菜园旁边 还有最后两头 搞了一个大上午 我的天哪 房爷每天早上两个小时就搞定 我却花了五个小时 因为这边这两个牛这边草比较多一点 所以把你们放在最后来看 这还有一草都在吃 看有没有残绳 没残绳就不用管你们 小花怎么把绳搞到头上去了 现在变成花姑娘了你 你这个要换一下 这个距离应该不会到边菜园去吧 这个绳比较长 正在脆腾 放完了那边的还没到家门口 就听说这三个小牛又传货了 把它搞到这个三坑坑里面去 那个有带点白色的那个小的 他妈妈在下面 我想跟他们分开 怎么分都分不开 换个牛状快换了一天了 太阳都快下山了 你那边 揉拼一路 那边 我可以打开 我可以打开 我可以打开